哎呀 以后你就住这里了 又老又臭 家里的碗都被你打烂了 这个就是小老爸 这个随便说 不会了 哎呀老婆 不要这样对我老爸 那要怎么对呀 你老爸住在我们家 又臭 又整天打烂 尿尿的话 那个厕所 搞得臭得要死 你就被住牛旁 从今天开始就住牛旁 别影响 你 儿子跟我生孙子 我 我住外面那个房间不行啊 外面那个房间还是臭啊 你这个糟老头 去去去去 去牛旁住 去 去牛旁住 哎呀 小杰啊 你看 我养力这么大了 你 你娶了媳妇了 现在 你就赶老爸走了吗 不是赶你走 只是要你 先住一下这里吧 你就将就一下吧 这个牛旁不是房啊 啊 有的给你住就行了 你跟牛都一样臭 适合在牛旁住 没得商量 哎呀 你看 以前你要什么 我就买什么给你 现在老爸老了 照顾不了你了 你就不想想 以前我是怎么对你的 真的是 人家说 父母恩 要 千年万年 你不要再打感情票了 不要再打感情票了 你再说 再说你儿子都没本事 娶到老婆了 你整天说 你说这些 整天说这些 干嘛 说这些事情有用吗 哎呀 人家说 杨叔也防老啊 现在你看 哎呀 我杨了 人家 赶我出来了 真的是 你们作为年轻人 怎么了 柔远的看到你们 在骂你爸 小心 怎么了 老爸在我那里 做的不好 住的不好 老爸 你老爸一辈子的 辛辛苦苦 打上来的江山 建了房子给你们住 现在你娶老婆了 所以 想把老的 轰出去啊 没有 只是想 嫌我 住一下牛棚 又臭又脏了 住牛棚 这种事情 你都想说出来 牛棚暖啊 暖什么暖 那你不住 谁叫他那么臭 臭 把我家都弄熏了 胡言讲气 我跟你说啊 你老爸一辈子 不容易啊 你看 你老妈走着走 他轻小把你养大 供你读完大学 你现在有文化了 有能耐了 现在就抛弃老爸 不要了 善老的义务 你必须要执行啊 你别多管闲事 要本事你领回家语啊 什么多管闲事 我跟你说啊 你们也会有老的一天 到时候你儿子这样对你们 看你们怎么过意的去 让你们也心寒 一个老人啊 天寒地冻的 住牛房 里面下小雨 外面下大雨 每天晚上大风刮 老人的身体 矜持不住的 所以说啊 你们作为年轻人 他们养你小 你们必须要养他老 所以说养个儿子 就图你们以后 给他养老散终 不是不给他吃啊 给他吃啊 有的吃就行了 有的吃 我跟你说啊 现在全都知道你们两个的事情 你们丢不丢脸啊 以后还要不要出去工作啊 以后你们生完小孩 那小孩到村里面 个个说你爸不是人 你妈不是人 哎 那个老爸又不养 哎 叫坏下一代啊 是不是 如果作为你的父亲 也是这样对他 那行吗 作为你老丈人 换人他 你同意吗 叫你爸去住牛皇啊 我爸才不能住那些地方 人人都是平等的 老人 现在需要年轻人的关爱 需要年轻人的抚养 是不是 不图你们大富大贵 起码你让他心不寒 吃得饱 睡得暖 他们在 有三四年 也感到欣慰啊 我就不求什么的 我就 求一日三餐 夜友一处 有瓦州 头就可以了 我又不是 要求你们大鱼大幼的 我跟你说啊 困难 每个家庭都有 但是 遇到贯团 必须去克服 像你老爸 你是老了 有的老人气 有点臭 但是就经常洗澡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们作为年轻人的 一定要帮助他 是不是 阿贼 扶你老爸回去 先回去吧 我跟你儿媳妇说两句 美女啊 我作为村长 冒昧的说一句 老人啊 一定有关爱 你也会有老的一天 你也要以后小孩照顾你的一天 所以说 你又懂得 换回思考 只要有你以后的儿女对你这样 你会怎么办 哎呀村长我知道错了 不应该这样子对他爸 以后我会改的 努力做好 努力做好 我儿子以后儿子的一个榜样 好好善待我公公的 那就行吧 有什么困难 你就跟村长说 是不是 如果是经济问题 你这么说 我能帮 则帮 不帮 我也会跟 政府申请 给那个老人补贴的 所以说 你们一定要给老人住的好 住的暖 是不是 人生毕竟 食欲不多了 现在眼看你爸都60多了 人生短短几十年 转眼就过了 所以说 辛苦多几年 让他 他有生之年 也有个欣慰啊 是不是 我会改的 我一定会孝顺他的 回去吧 我现在就去买个鸡 给他补一下 行行 去吧 哎 老人得不到子女的关爱 是非常寒心的 所以说 提醒广大的年轻人 无论你是 虫还是富 对老人 一定要 尽心尽向 我也去看看我老爸先